《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Susan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時政評論員 中原文章於大紀元新聞網首發 從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 全國醫療機構累計發生在醫院 新冠病毒感染相關死亡病例 59,938宗 中共稱醫療機構死亡病例 信息報告平台2022年12月31日才投入使用 12月31日前死亡的人數在哪裡來呢? 成為了謎團 12月8日前的死亡人數仍然是空白 除了死亡數字 中共還新編了其他疫情數據 也露出了不少馬腳 中共專家應該得到上層的指令 為中共宣傳防疫生理而臨時 拼湊疫情數據 然而 他們的防疫不在行 編數據也不在行 在1月14日 中共國家衛健委主持新聞發布會 衛健委醫政司司長 焦雅暉宣稱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 全國醫療機構累計發生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關死亡病例 59,938例 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導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 5,503例 基礎疾病合併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 54,435例 近期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 沒有人真的知道準確數字 中共編造的59,900萬死亡人數 恐怕沒有人相信 衛健委醫政司司長焦雅暉堅稱 自2020年以來 我國始終堅持 將新冠病毒核酸陽性的死亡病例 判定為新冠病毒感染相關死亡病例 這個標準和西加貴生組織 以及其他主要國家的判定標準基本一致 網絡上 早有人推算了近期北京疫情的死亡人數 中共公佈的全國在院死亡人數 應該比北京的死亡人數還要低 中共身邊的全國近期疫情死亡人數 應該只是北京死亡人數的一半左右 權威機構預測 這波疫情中國死亡可能100萬人或更多 實際數字估計要高得多 焦雅暉對外表示 全國發燒門診的診證數量 在2022年12月23日達到高峰 是286萬7千人次 之後是持續下降 到1月12日回落到47萬7千人次 較高峰時數量減少了83.3% 目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和新疆新產建設兵團發燒門診 和診證室的就診人數 均呈現高峰 以後整體下降趨勢 農村地區也呈現下降趨勢 中共將全國疫情高峰定義在2022年12月23日 這日也在中共國家衛健委最後一天 按日公佈疫情數據 到1月14日已經3個星期過去了 這個明顯是在為中共宣傳防疫升利造勢 趙雅暉同時也透露 發燒門診新冠陽性感染者的 驗出比例也持續下降 高峰是12月20日33.9%的驗出率 到1月12日下降到10.8% 這個趨勢表明發燒門診高峰已經過去 假如這些數字是真的 那造成醫院人們為患的主要 就不是新冠疫情 而是同樣導致發燒症狀的其他流行疾病 難道還有比新冠更嚴重的其他流行病? 但是中共專家卻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中共專家急於編造數據 配合疫情高峰已過的宣傳 但是相關數據嚴重缺乏邏輯 中共給出的急診數據 似乎變化並不十分明顯 各大醫院急診室的走廊應該仍然到處是病床 急診的新冠病人比例 竟然比發燒門診更少 假如這個數據是真的 醫院急診走廊裡的那些病患 高峰時90%以上都不是新冠病人 到了1月12日 97%的急診病人都不是新冠病人 近期各醫院急診室人滿為患 約絕大多數都不是新冠患者 再次表明同期發生了 遠比新冠更強大的流行病 但是中共專家仍然沒有解釋 不知道是不是新的變種病毒早已產生 並成為了更主要的感染毒株 醫院無力檢測 或者專家他們不敢說 中共一直堅稱沒有出現新的變種病毒 但是又無法解釋 為什麼新冠之外的患者大量激增 上述數據實在難以致緣其說 疫情高峰是否已過 傷難判斷 春運之後的情況還很難說 中共卻急於宣傳高峰已過 然而重症患者還在醫院 醫院隱瞞不報的難度大 過去的個幾月 患者無論最終傳遇出院還是病亡 新的重症患者 實際都在不斷增加 中共專家已不得不承認 國產疫苗對老年人無效 老年人只能盡量少感染 但是在周圍大多數人感染的情況下 過年家庭還要團聚 老年人避免感染實際很難做到 中共應該早知老年人無法早陽早好 老年人早就被中共視為可犧牲的代價 趙雅暉1月12日聲稱 遠域內5,000多家二級醫院醫療機構定點醫院 阿定點醫院 共計收治新冠感染病患者 30萬1,000人 佔全部新冠感染者23.7% 遠域內新冠養生重症患者 是1萬5,800人 佔全國總數15.1% 鄉村醫療條件較差 能收治的患者有限 只達到了全國的23.7% 能收治的重症患者更低 只有15.1% 更多的農村患者實際只能自生自滅 偏遠和貧窮地區恐怕連核酸檢測都做不到 鄉村醫療機構能統計的死亡人數應該更少 中共官員乾脆都不用統計 上報了 鄉村病患是被中共視為可犧牲的另一大代價 趙雅暉表示 鄉村兩級醫療衛生機構 是農村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的第一度防線 安排班次輪緩 臨時招聘 組織23級醫院下派 互助支援方式 穩定同框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員隊伍 這個恐怕只有一個講字 上海市衛生健康委主任 文泰祥透露 上海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開了2,881個診診室 組織內科、疑科、急診科等 將近1萬8千名醫護人員 接受關於重症治療的培訓 通過混合編組將他們作為重症救治隊的補充力量 向村醫療機構的人員 藥品 設備遠遠不足以應付疫情 春運之後的狀況更不容樂觀 中國傳統新年章字 中共躺平什麼都不做 卻忽然偏造假疫情數據 又一次網圖人為製造抗疫勝利的假象 從1月12日起 新華社連續發布文章 新華述評始終堅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我國三年抗疫實踐系列屬評之一 新華述評 因時因勢造出科學決策 我國三年抗疫實踐系列屬評之二 新華述評 打有把握之象 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我國三年抗疫實踐系列屬評之三 在中共高層的授意下 中共專家配合中共黨媒 還企圖輿論老百姓 卻露出了太多馬腳 中共再度將老百姓的眾多喪屎當起事辦 只能添加中國人心中的怒火 這把火 遲早會燒向中共政權 消防禍 總共不斷地 消防禍 警察 消防禍